嗨,大家好,不满今天来讲的是一部奇幻电影《牺牲复活者》 在故事里面全世界冤死之人都突然复活,开始想害死自己的真凶复仇 没想到这样一来竟然揪出了好多的冤案错案 那么到底都发生了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故事要从七年前的一起命案说起 当时男主角郑红的老妈好端端的走在大街上,忽然遇到了一起飞车抢劫 车手抢劫没能成功,就掏出刀来杀了老妈,然后逃之遥遥 等到郑红赶到现场的时候,老妈早已断气了 转眼七年过去,郑红当上了一个检察官 而当年的老妈遇害的案子也早已被警察告破了 不过,这些警察很不负责任,他们只是随便的找了一个犯人,就认定他是凶手 后来呢,犯人偶然死亡,警察就宣布结案了 而那名真凶车手却一直逍遥法外,郑红想用自己的力量抓住车手 可惜,一直都没有进宅 这天呢,郑红下班的时候,竟意外得知,老妈复活了 正在家里看电视呢 她原本还不相信,回家之后却被自己看到的景象给惊呆了 老妈看见郑红回来也挺高兴,转身就要给她做饭 可是她切着切着菜,神情却突然变样了 挥刀就刺向郑红 好在左邻右舍帮忙制服了她的妈妈郑红这才得救 随后呢,老妈便被医院和警察一起控制了起来 郑红也是这时才从警察那里得知 最近一段时间呢,全世界都不停地发生着死者复活的现象 这些人有很多的共同点,比如都是无辜冤死的 复活之后一心只想找真凶复仇 而杀光仇人之后呢,他们就会自然消失 但是,老妈为什么想要杀郑红呢? 难道她也是害死老妈的凶手吗? 这点咱们接着看看就明白了 话说,在这时间里面,郑红仍然是不择手段 从形形色色的线人身上打探行凶车手的消息 最后呢,她终于成功得知了车手的详细地址 郑红和一位同事假装成快递员想抓住车手 没想到车手却早有察觉当场跑路 郑红就在追捕她的时候,却突然分神 被一个像鬼一样的陌生女孩吸引了注意 而这个女孩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处伏笔 就在郑红愣神的时候,车手偷偷摸摸的到她背后准备行凶 好在这时,警察们及时赶到 他们打上车手把她抓走了 郑红一回头发现小女孩也不见了 接下来呢,警察们把车手带到了郑红老妈的面前 想让他们对证 不过老妈一见仇人,当场大发神威 徒手就拧死了车手 不过这次复活成功之后,她却并没有消失 原来呢,杀害老妈的凶手,其实有两个 当年车手确实抢劫并且袭击了老妈 但是伤口并不至此 后来呢,又有一个陌生大叔录过 她对老妈又补了几刀 这才害死了她 监控录像显示 陌生大叔在杀万人之后就自然消失了 那么,这位大叔又是怎么回事呢 故事说到这里 就又要说回老妈还活着的那年了 当时郑红为庆祝通过司法考试 和几个朋友一起喝酒到深夜 醉得不像个样子 她走到饭店门外 刚好发现老妈在附近违规摆摊 还和别人发生了争执 郑红觉得这也太丢人了 就一言不发的悄悄离开 临走前还把别人的卖菜车当成自家的开走了 但是郑红都醉成了这样 这车开的也是七歪八扭的 最后她一同击打方向盘 稀里糊涂的撞到了之前我们提过的那位陌生女孩 可郑红根本没有察觉到这一点 把车开回家之后闷头睡死 老妈一看 这车也不是自己家的 而且车灯处还有血迹 顿时明白郑红是撞了人了 后来她把车又开回了车户现场 还想要抢救一下被撞的女孩 可惜呢 女孩早已经断了气 这个时候女孩的爸爸出现了 他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位陌生大叔 他见到此情此景 无比悲愤 这让老妈非常害怕 他开上车子就想要逃逸 大叔自然是不能忍 骑着摩托就追了上来 老妈一时情急 把大叔撞飞出去 结果就导致他死掉了 这也就是说 老妈其实就是害死大叔的凶手 怪不得大叔复活之后 要来杀老妈呢 而且这样一来偏偷老妈 为什么想杀郑红也很容易解释了 因为这一切的根源 都要怪郑红酒驾撞人 可以说 她也是间接害死老妈的凶手 估计现在老妈之所以不消失 也是因为郑红仍然活着 回到现在 我们再来讲一讲郑红 话说她现在是一点也不记得 当年自己酒驾撞过人 这个时候 复活的小女孩就出现了 她指引着郑红 重走了一遍车祸当晚的路线 还引导她 开上了一辆肇事时的同款货车 最后又让她发生了车祸 这时候郑红的记忆才苏醒过来 明白自己当年撞死过人 但是女孩引郑红过来 可不仅仅是为了让她知道真相而已 货车翻倒之后 汽油流的满地都是 女孩就在这时掏出了一根货柴 想要烧死郑红 这时候郑红的老妈出现了 她拼命的跟女孩磕头 求她饶郑红一命 为此自己可以再死 一千次 一万次 郑红呢 出来制止了妈妈 并且跟女孩道歉 表示愿意承担罪责 而她的母亲和女孩 这才自然消失了 电影结尾的时候 郑红向警方自首 并且在法庭上对罪行供认不讳 表示自己对不起无辜的受害者们 更对不起自己的母亲 电影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则故事开头像个奇幻片 中间又像悬疑片 但是等到最后 就变成了交通安全的宣传片 如果说当初郑红不久嫁的话 女孩也就不至于出事 而且如果老妈被大叔发现之后 不逃逸的话 大叔也就不会被撞飞 而大叔如果在骑摩托的时候 戴了头盔 估计也不至于会当场丧蜜 真的是一部感人至深的公益电影 那么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别忘了给不妈点个赞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